大家好,我是一杨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个疏通腹骨钩的方法 腹骨钩是人体腹部和腿部交界的前钩 腹就是肚子,骨就是大腿 腹骨钩就是肚子最下面和大腿根部相连的地方 是下腹部两侧三角区域 好处稍后再说,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做法 疏通腹骨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拍打 首先保持仰卧的姿势,将两腿屈膝 两脚心相对,腿四环 两侧膝盖尽量靠近垫面 后脚跟尽量靠近后阴 将两手抬起,放于腿部 这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然后将两臂抬起,拍打大腿根部两侧 拍打的时候身体和手臂都要放松 一度要由轻到重 以身体能够承受为度 不要突然的大力拍打 刚拍打几次可能会有颜色变化 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现象 是拍打以后身体自然拍毒的反应 黄帝内境中说,皮有鞋,其气流于两臂 这里的两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古沟 经常拍打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前列腺区域 对于男性朋友保护前列腺有很好的帮助 复古沟附近有气冲穴以及冲门穴的存在 所以大家在拍打的时候能够刺激到这些穴位 对于女性公寒,痛经也有好处 痛则不通,通过拍打不断给这里深层的震动 加速气血的运行,让这个区域更加通畅,温暖 这个部位还有腹骨沟大动脉 肝经,皮经和肾经都有此经过 所以拍打腹骨沟可以促进膀胱和前列限制两处的气血循环 现在大部分人每天都长时间来坐着 久坐就会影响身体的血循环,还容易使体内毒素堆积 经常这样轻拍腹骨沟,直至腹骨微微发热 可以使其疏通,排出毒素 还可以改善下肢脚部冰凉的情况 疏通身体经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气血运行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咱们下期见